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李仲義 我目前在台中東海大學擔任體育老師 也是前中華民國桌球國手 今天的達人教你這樣子玩 由我為大家教學五項桌球初學者的基礎必學招式 那今天第一集由我來先教大家 桌球橫式握拍的基本握拍的方式 桌球握拍方式分為三種 所謂傳統的日式直拍 跟中國式的握拍方式 然後再加上現在橫式握拍 然後現在最主要的主流 全部都是用桌球橫式握拍方式 所以由我先主要帶大家 去做基礎的橫式握拍的握拍方式 首先手掌先打開 大拇指伸直 首先這個地方的時候 骨口去輕輕碰到你球拍的拍肩 拍肩的地方輕輕碰到之後 剩下三隻手指頭自然握到拍柄 握到拍柄之後你的食指 大拇指自然的貼齊你的拍面 貼齊拍面之後 左右的鬆動調整一下 讓你的手腕手指 還有你的前臂 找到一個最靈活的方式 然後在左右正拍轉換的時候 你的球拍能夠自如的去掌控 不要握得太死也不要握得太鬆 之後隨著一些進階的一些 技術成長 我們又可以分為深握跟淺握 所謂的深握的時候 就是虎口完全是壓住你的拍肩 然後握得比較實一點 所以在力道上 或者是在絕對的一板發力的情況下 比較佔優勢的選手 還握得比較深 因為這時候你的支段的運用會比較順暢 那如果說是比較在意前三板的控制板控制的技術 或者是台內短球的一些靈活的一些突破技術上面的話 我們就會握得比較淺一點 就等於說我們的虎口會比較遠離我們的拍肩 所以在台內短球控制上面 手指手腕的處理上面就會比較靈巧 就會比較好運用到手指的技術 記得要去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我們今天這堂課就到這邊先下課了 好 掰掰